宜蘭在地的原住民工藝師 擁有不同的工藝技術 從細緻的編織技藝 藤編技巧到文創商品的創作 樣樣都難不倒 但要如何讓產品價值 建置展銷平台 也是工藝師們的一大困境 宜蘭縣政府為了協助在地產業 舉辦了原力蓝陽創業競賽 以及產業價值輔導計畫 立刻吸引不少工藝師想要報名 我的作品就是 展現給我們部落的小朋友 大人 讓他們能夠把我們的傳統記憶 能夠傳承下去 我都是在晚上授課 他們上班之語 那些年輕人才有時間來學習 我希望部落自己主人 他們不要害怕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讓大家知道 那他們所有的技能都可以讓大家看到 對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更多的年輕人 我們一起來學有不同的技能可以跟現代的東西做一些 媒合跟創意 原力蓝陽創業競賽總獎金高達50萬 而產業價值輔導計畫將選出10家廠商進行專業輔導 並補助每家最高5萬元的商品包裝設計費用 縣府原民事務所也將提供銷售平台 那我們111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的原住民族多工人會館也會就是已經已經蓋好了 那我們到時候會兩個就是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未來是希望以前店後廠的概念來行銷我們原住民的產業 所長也再次強調除了工藝產業可以參加 部落郵城等觀光產業也可以加入競爭 希望在良性的競爭下能夠讓這地的產業發揮更大潛能 原始期我熱時烏溜 宜蘭市採訪報導